在我心里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只有孙子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有没有甲方案啊 没问题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感觉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感觉我头这么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面对甲方各种要求的乙方是不是很有同感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正式开播 这次主题为不就是钱吗 其中脱口秀演员蒙恩 一看甲方相处过的亲身激励 把他资本下不得不低头的乙方无奈搞笑演出 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当爸爸呢 我就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大街上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爷爷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好爷爷给你买 爷爷我要吃这些最最最最最红的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我吃你头正的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你真好 哎呀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一模一样 对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正大糖葫芦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葫芦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把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了 还有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 我们要改方案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 改成我头中大够不够 一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四红哥哥笑的都打滚了 对我很喜欢 因为我听人很解气 因为我是写歌的 所以我经常也服务写甲方的爸爸 下回他们就经常让我 有一些修改嘛 他们就觉得 哎 四红哥哥 这个歌我觉得声音不够响 不够大呀 我就说 我做到我头这么大 好吧 我学会了 学会了